我该 麦子 总共是新疆了个超会帅的总裁 听说是董事长独身子 这怎么 刚不帅 对啊 还拿着 死边叹 真的好帅啊 怎么会这么帅 不行我要接他在丑恶的嘴里 跟我来 事情就是这样 真的没想到啊 唐唐大总裁竟然 心急 因为我还快给我来上心 是吧 你想想 他唐唐一个大总裁怎么会坐地铁 不就是为了做这种龙龙事吗 是哦 你来趟我办公室 啊 你你想干嘛 谁让你散播 什么谣言 明明是事实 看清楚了 我才是受害者 对不起啊 陈总我知道错了 没什么事的话 等等 怎么了 从今天起 你做我的私人助理 啊 这些文件今天内图里 还有 都得要你准备的会议文档都搞定了 行我现在去拿 拥抱四丑的小气鬼 奇怪 我明明记得我优盘放桌面了 怎么不见呢 不是吧 里面可都是公司的重要文件 丢了可就完了 等会就要开会了 这个怎么办啊 我刚刚在楼下水塘看到一个优盘 不知道是不是你的 水塘 难道是那个时候掉了 完了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优盘找到了 找到了 就在你电脑下面吧 电脑下面 我找过了 别太不注意了吧 对不起 我回去换个衣服 你先休息 剩下的 交给我 我这个平时没什么爱好 没事就喜欢 喝酒烫烫 头 想要被我游到了吧 你要是不喜欢的话 我就先走了 我喜欢 我们结婚吧 小宝 您真的你害死我了 嗯 你什么 我才不结婚呢 暂走的话 我就把你替回立项性的事 都说出来 一眼结婚的狗东西 你必须没在罚 我 你真的确定许他 骗我还敢爽的 我就让他做我的事 你 我 你 自威想我了没 微微 你终于可为国帮我了 我再不回来啊 你就该不记得人家了 学生 去了媳妇就忘记人家了 行啦 但你认识认识 哎 你不能吃冷的就跟我摸手了 嗯 贝比 let's go 多多大人了 哎啊他还跟小时候一样 介绍一下 这是我发小 也是公司进来的主管林薇 这位是我未婚妻 终于追到本人了 才发现 紫薇的眼光真的是越来越差了 这种货色也都看得上 薇薇 别乱说话 你给我等着 嗯没电了 小羊妈 慢慢玩去吧 小羊妈 哎怎么会没信号啊 我们不会要在这单一晚上吧 哎我这有点水渴了吗 要不要喝点水 好 哎呀对不起把你衣服弄到了 没事没事 我这刚好有件新衣服给你换上吧 今晚就看你的了 今晚就看你的了 放心吧 薇薇姐 不用了不用了 没事 把你动感冒了 我会愧疚的 你们在干什么 我 天啊 你们居然在公司做这种事 我没有 他只是把衣服给我 衣服 不就是你们的情侣装吗 是你支持她的 你现在反过来诬陷我 像你这种败坏公司风气的人啊 就该被公司开除 没错 你被开除了 听到没有 还不快收拾东西赶紧滚 我说的是你 我 等之后 打算找报答我 你完了 你都行过 哇 这人怎么这样 这人不是新的 你们看不懂这样 喂 我 我的问题 i'm tru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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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子 小舅舅 嗯 哦 陈总 我们有这么像吗 老是被人认错 麦子你又吃 我在这呢 嗯 你们俩也太像了吧 哦对了 这是你妹 我的好朋友 一名海归高材生 现在也在我们公司任职 你好 这位是 你就是林总吧 很高兴认识你 走吧 先把你吃好吃的 嗯 哎 麦子 那我 那我能戴上微微吗 嗯 那你们等我一下 我问一下我男朋友去不去 哎 林总 你也是学校美大学毕业的吧 好可惜啊 我一入学 你就毕业了 嗯 哎 林总 你这个手表 我想买很久了 但又怕买到假的 要不我家里一个微信 你推给我吧 这是麦子送的 你问他要不 我 你男朋友说他不来 你们在聊什么呢 没什么 走吧 那我要吃鲜菜 冲冲冲 哎麦子 你没看到林总一直在咳嗽吗 不是我说 你也太不懂得体贴人了吧 啊 吃一点 没事 林总最好了 行了 答应了某人要好好照顾你的吗 嗯 哎 林总 你也喜欢吃虾呀 那我的给你 不用了 我对海星过敏 是麦子喜欢 林总可真是体贴下属啊 麦子不是我的下属 他是我的好朋友 对啊 就像我跟你的关系一样 我先去买单 你们聊 麦子 你跟林总的关系可真好 嗯 不过你不是有男朋友了吗 还跟你喜欢的这么好 不太好吧 哦 他是我男朋友亲戚 就算是亲戚 也是男生啊 可能是你自己没有差距吧 这样啊 好 关于以后注意就好了 对了 你男朋友是不是也是诚实的 嗯 他说 我有男朋友了 你看 其实准确的来说呢 是未婚夫 真的吗 对啊 我这次回国就是为了他 今天这么努力的想跟林总搭话 也是因为他 那你男朋友是在林总公司上班吗 不是 他是林总的外甥 林总外甥 对啊 子维下班了吗 吃吃饭了 没呢 让我舅舅带你去吧 好吧 我想介绍个人给你认识 是我高中同学 也是你们江北大学毕业的 他叫林威 林威 我来了 子维 我来了 新娘 可以亲吻新郎了 谁会想要嫁给一个死瘸子啊 怎么回事啊 新娘很荒 陈少 真不好意思啊 我以为我就带走了 不是吧 现场抢婚 我要是新娘 我也不愿意嫁给一个瘸子 但是听说新郎是为了救新娘才出车祸的 请问现场有人愿意嫁给我吗 谁嫁 我就娶 哇 好漂亮 你愿意嫁给我吗 只要你肯嫁给我 我保证你有吃不完的玉米 玉米 我嫁 我嫁 天呐 竟然跟一个乞丐结婚 鸟子配乞丐 陈少倒也没吃亏 好过你们 狗配狗 少爷 你真要取这来路不明的小乞丐 一个傻子 万一他是装的呢 过来 哎呦 这就装不下去了 我妈说了衣服不好好穿会感冒的 嘿 看来是我误会他了 站住别跑 你们想干嘛 他抢我们店东西 嘿 喂 少爷 你怎么又没吃早饭呀 这样下去会得胃病的 哎你去哪 不用找了 早餐 傻子就是傻子 光天化日线还抢东西 做我的妻子 她想做什么都可以 我会给她买单 你公司都快破产了 还在这说大话呢 准备跟着这个起来就乞讨吧 陈总 公司的资金店多呢 坏人 坏人走开 臭急啊 慢走 弄什么油本是自己爬起来啊 慢走 你没事吧 这段时间是他在照顾我 没事 大小姐你这些天都去哪了 公司最近怎么样 一切正常 做得不错 顺便再帮我 没想到麦斯竟然同意 阻止我们 但要求你跟麦斯总 才当面谈 听说是个女魔头 不知道会不会对 圣爷 我去叫你 看你这个骆涛鸡 怎么去接麦斯总 你没事吧 我来了 你走出黄间了 老板 哇塞 全主还真的有地下情人 说说吧 两个问题 我为什么不公开啊 说说 为了说一下 请大家给我们一点私人空间 因为你公司已经挂在热搜一天了 我就不是故意的 两个选择 要么拿着五十倍工资 由我未婚妻 要么收入东西 混蛋 五十倍我也 那你这段时间坐我家吧 好 啊 你怎么进厕所不敲门呢 那你干嘛不锁门 你 子雷哥哥 你怎么进来的 当然是说密码了 哥哥都不改密码 是为了让我进来吗 等下就改 他是谁啊 我 他是我女朋友 你得叫他嫂子 女朋友 准备去姐姐的生日宴了 手桌诞生了吗 早就放好包里了 手桌不见了 怎么回事 这个古董手桌 是送给姐姐的无教之宝 我昨天搞完卫生命命 把它放包里了 啊你该不会是把它当垃圾丢了吧 垃圾 我现在去找 你在干嘛 阿姨这个盒子是我的 空的 我在楼梯间剪刀的时候就是空的 楼盗 这么 死就死吧 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啊 啊 啊 假的 手桌 找到了 我找到了 好臭啊 什么味道啊 麦子姐姐 你不会去垃圾堆里了吧 怎么这么臭了 我找到了 姐你的手桌 这个手桌 这手桌是假的 怎么可能 待会你就听他说 里面是在楼道里捡到的 麦子你怎么能这样 这可是此为哥哥送给姐姐的心意 手桌不见了 我马上去找了 我真的不知道这是假的 这个剧卷着谁又信呢 我信 宝宝我到了 什么人呢 你我带你来 我带我 嗯让你载我 喂 他好啊 小助理上班偷懒 还跟我父子害我变成这样 嗯这是 宝贝到时候我鞋上就贴这个贴纸 你就能认出我了 不是吧 网恋对象竟然是奴役我的电竞大神 看什么看上班偷懒 今天工作做不完扣你一千 对不起宝宝 我这边说了别状况见不了面了 算了还是早就会坦白吧 这一戏不是游戏以为来玩的给我滚出去 宝宝这天天心情不好 好想见你一样 别哭了啊 对不起啊我帮你擦 拿开你的脏手 天天不务正业 去把训练师给我打扫一遍 宝宝好不好吗 好个屁啊刚刚还说我 这次团结我们跟去玩了吧 团建 大家开始提议吧去迪士尼那里可以看烟花 想看烟花自己去两台放 好吧我会去迪士尼哦 不过迪士尼的烟花应该不一样 就今晚吧大家收拾一下准备出吗 你开心什么 哈哈哈哈 每个队员的训练计划表你做好了 赛后总给你做了吗 赛时给你做了吗 那你还不加班 做不完别想去哦 双标狗 啊我的迪士尼 爸爸我们迪士尼见 去不了了 我老板要我加班做报表分析 什么狗老板 狗素糖 可不就是狗吗 没事宝宝我帮你做 还是有点用了吗 你做多一份报表分析 啊 要五千字 啊 不可还是我错 啊 万恶的资本主义 宝宝你再等等 报表马上就好了 跑不去 麦子 报表还没收完吗 你什么效率啊 你就活该单身 你这次回国陈紫薇没去接你 拜托 人家现在是大明星哎 而且我们都分手运营了 他怎么在这 别躲了 我知道知道 我们 复合吧 这枚迪亚钻戒是我绑厅身份证购买 一辈子只能送给一个人 代表我对你唯一的爱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真好啊 羡慕 我一定买 迪亚钻戒是男生唯一的名额 交慎重 等你想好了再说吧 我不急 怎么才回来啊 快洗手吃饭吧 嗯 我们 分手吧 对不起啊 我在对脚本呢 连鸡 爱沙杂志邀请我们这次合作拍摄 这是本次拍摄的相关艺人资料 嗯 衣服没什么问题 没事的话我就先 哎 扣子掉了 是不是该缝一下 这个位置怎么会掉 你故意的 假扮情侣 这有什么 应该不会怕 跟我进行不然吧 我没有 那我就帮你答应了 现在这么多年情分上 也不希望让我前途经回吗 大哥 我们都二十好几了 还穿校服出来装嫩 你好意思吗 什么装嫩啊 我们这叫故地重游 很好很好看这边 保持这个姿势再来一次 你刚刚先用这件手摸我的 这只手是摸头发的 你 二位的感情实在太甜了 相信有很多cp粉和我一样想知道 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呢 其实早在一年前 我就想要第二专截给麦子求婚了 可那和命运装弄 求婚之件事 也就搭置 一年前 不过 结婚是两个人的事 主要还是得看他 谢谢 你刚刚在台上说的那些都是演的吧 不是啊 其实 一年前我没想跟你说 先生 这是您之前定制的Love Life系列王妃界 敏感来源于欧洲婚礼的帮手里 寓意只愿与你绑定一生 心里能确认一下哦 没错 就是他 先生 这是我们的侦待协议 需要再次提起您 DR钻戒一生只能送艺人 绑定您和女士的身份信息后 终身不可解绑 您确定您将DR这唯一的名额 赠你麦子柒女士吗 我确定 送出一生唯一的DR钻戒 学校用一生爱艺人的承诺 这不是意识冲动 而是深思熟虑后的独定 您确定吗 当然 哥 麦子就在家 怎么不上去啊 我今天是来找你的 麦子因为你想放弃出国深造的机会 我们一家人都希望你不要再做他的绊脚石了 算个求你了 好吗 从分手那天起 我就一直在等你 你回国那天跟我相遇 其实并不是条 大哥 一个大明星家就等两个小时 合适吗 忙你也许 走走走 脚本上 你根本没说复合 是我发自内心的想问 麦子 你愿意跟我复合吗 这是直播 你干嘛 麦子 这枚第二钻戒 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你 从始至终 我想要的只有你 也只能是你 我要当着全世界的面 用地牙给你许下一杯子只按你一眼的承诺 这一次我不会再达你了 这一次我不会再达过你了 嫁给我好吗 我都可以 真的吗 那你叫我伤爸爸来听啊 来嘛来嘛 叫嘛 坏儿子 哈哈哈哈 你呀就是钢铁子女 plus版本 再这样上去多扔个屁呀 嘿 不好意思啊 没事 哦 那不是你高中男生陈子维吗 别吃了 走啦 别吃了 好久不见 我认得你们 青球队的麦子对吧 对对对 我认青球队的麦子对吧 我认青球队的样子很帅吧 够了够了 学长我们跟这边很熟的 我们去哪里 我们带你去啊 要回东西睡觉 干嘛 你先抽抽了 我们可以一起回公司啊 啊 正好我也去报到 没想到 他就是新来的总裁啊 这么好的桃花 差点被你一脚踢开啊 我觉得没有吧 刚刚他问你休息了 今晚我请你吃饭吧 客气啥啊 要请你吃我请你啊 走啊 你们去吃饭了 然后呢然后呢 本来是吃饭的 但是 网吧开业 买两小时送一小时 哎买两个小时送一个小时 要不去打个游戏 嗯 撞 快快打啊 我去这都打不过 怪不得忘年当生汉了 你也快推打啊快推打啊 我可以的我可以的 我来 哎我可以的 哎你不行 手术咋这么慢啊 我来我来 别人独处是为了增进感情 你们倒好 差点打起来了 我去学长怎么搞 吉他吉他呀 喂 孩子你现在有空吗 我想啊 我现在没空 他有空有空 楼下打 你快去呀 走啦 嘿嘿 等一下 哇这么大的蚊子 那车里得吸你多少血啊 确实 快叫上偷偷气 哇 你这车挺宽敞啊 有这么大视野的天装 这是雪佛兰全新升级的克鲁泽 他的腰黑蜂窝是分级前车山 还有金耀LED自动感应大灯 好看又不湿大气 这车真漂亮 那当然 继续了好久了 里面豪华有景式的排档杆 不仅手感好 迎来怕懂事的出风口的配色 也很富有 实际 雪佛兰是双10.25寸 健全出的屏 小雪OS 车联系统跟它绝配 看车里还有三大互联系统 拖拖支持各种手机互联 类之唱吧 在车上无聊时候 还能用它K歌 看剧 我先把首歌给你听听 就是øw 哇 真 Ziel跟在现场一样 好酷啊 这是雪佛兰全系 标配剧院级六阳笙 音详系统 走了 除发 我上个洗手间 哇 神尊跟麦子 怎么回事 咱都被同市看到了 先紧示一下吧 我去 这样关机了 你来的正好 你手机借我呗 我回个信息 嗯 你有看到我發的消息嗎沒有啊 終於見到你了 發出去的消息我會不會撤回 原來你這麼早就暗戀我了 這麼惆愁 是不是看著我的皮膜了啊 到頭來還不是沒看我 貼身是誰 dirty 你說誰掌啊 我照照鏡子看你什麼藥 你才打 臭屍 你干嘛在那我家人了 你怎麼去 你誰呀 小適服 姐這衣服剝成這樣怎麼穿出去 我能幫你縫衣服就不錯了 你 你怎麼會穿著我弟的衣服 我不知道 我记不起来 时宜呢 我跟你说 你赶紧恢复记忆 好告诉我 要不要拿个烧饼 听到没 喂 你有钱吗 你去吃 15块一个 15块 是的 怎么样才能帮你恢复记忆呢 你有没有什么线索 我是富二代 哎 我刚刚一世起就 讲完了英文 我是不是留学过 会讲英文就是富二代 那我也会ABC呢 我地步可能是什么富二代的 少做梦 这不是麦子吗 没出息就算了 还找了个乞丐当男朋友 介绍一下 这是我Honey Hi I'm Mike My job is a designer Nice to meet you Sorry啊 他在国外留过学 现在改不了讲英语的习惯呢 你说错了 My job 是我的工作 a designer 是一个设计师 工作内容不整一个人啊 你可以说 I am a designer 你谁呀 哦 我达里也是刚留学回来 可能留的不是一个国 有法比你好点咯 你 对了 明晚不是同学聚会吗 记得带上你亨鸣 我同学们认识哦 我是不是挺厉害的 是是是 你还想不想继续跟着我 哦 那从今天开始 你是引富二代 哦 久等了 哇 麦子你男朋友好帅啊 对啊 是个富二代吧 色情 对啊 还好吧还好吧 这酒药妈妈品质好喝哦 啊 他性质比较急 家里主动 要 什么富二代要睡天桥啊 我猜不信那个小乞丐是个有情人 你快就让查他的底线 天呐 怎么还撒谎啊 就是啊 还是微微有本事啊 男朋友这么帅还有出息 这餐厅可难订了 唉 算了 很张多对面 让他开开心心的吃吧 吃吧吃吧 实在不好意思各位 我们这边有人先订场了 没事 这是我哈尼订的 啊 不好意思 不是这位先生 啊 因为我们需要VIP 我都消费这么多次了 哪有这样做生意的 啊 实在很抱歉 怎么还用手拿啊 这也太恶心了吧 我不要可以够了够了够了 原来这位先生是黑状VIP 很高兴为你VIP 哦是的 陈先生请问您是要进这张桌吗 今天多亏迈子了你男朋友 我们吃的实在太开心了 拜拜 不就一张黑卡 我猜不信这个傻子是什么富二代 这叫大字若鱼 不像某些人大鱼若寂 哎 不是黑卡 不是一般人 走吧 嘿嘿嘿 我就说我是个富二代 你这卡哪来的 捡来的 我就知道了 好看 完了衣服足迹到了 快快快换衣服 二少爷大少爷怎么还 这黑卡全国就两张 除了我之外只有他有 怎么可能被别人定了场 二少爷该不会大少爷的 给我查 你不是说他已经死了吗 安排好了 放心吧二少爷 车子已经多过手架了 车爆炸了 人已经看不出模样 只留下这些东西 亲爱吧 紫薇 虽然不知道你怎么逃过意见 但这次 也想回去 你好 哎呀好痛啊 你没事吧 小姑娘 你能扶我去前面的厕所吗 乖乖在这等我回来啊 哦 哎呦我肚子好痛 大姐要不我还是送你去医院吧 啊我不用不用 小的你干嘛骗我 大瓜 你们你们生活吗 啊你干嘛啊 喂哥我今天要去接我姐 你去借我呗 哥你这衣服挺适合我的谢了 你怎么会穿着我弟的衣服 世锅经纪害死了漫天的弟弟 大瓜 哎小心烫 嗯你还知道烫 你没事吧有没有伤到哪里啊 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 你还记得我弟在哪吗 如果我真说出来的话 还会恨我算了 还是先装傻高纪处 这样你快说啊我 嘿嘿我的了 喂我就知道哎快还我啊 没事吧 没事 你还好吗 你们怎么办事了又让他跑了 多乖的女的都是 不过 都在迷他好像失忆 我倒是要看看 你到底是真少还是装傻 承诺 他这个是车祸的事 能到跟他有关 怎么你认识我 我要卖子服 来了来了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他脑子撞坏了 也是你也挺辛苦的 带这个傻子还要找弟弟 不辛苦命苦 喂 曼小姐吗 明天请带简历来进行复试 哎明天带简历是吧 好的好的好的 雪糕啊 小爷 哇 好甜的雪糕啊 雪糕 想吃啊 那明天见 我都说不能吃了地上渣啊 其实是你怎么什么都吃啊 对不起啊 给你添麻烦了 没事 我明天还有面试 我们就先走了 快走 阿南想搞清楚真相 还在跟他下手 今天这场面试 对我来说很重要 这还是我们集团吧 所以 正好去陈诺办公室看看 你在这呱呱等我回来 不准乱跑哦 你 你 你 会是什么 几日 几九二号 过手出了 没想到你是要来面试我的公司啊 正好关于你弟弟的事 我找到的一些限制 真的吗 难道是 呆瓜 我弟在哪儿 呆瓜 当天这个停车场发生了车祸 这是车祸前的照片 车祸 你的弟弟很可能吗 不会的 呆瓜 只要他恢复记忆 肯定就知道我弟在哪儿 没事的 陈子维 就算你失忆了 我也要把你的一切都给你 你快点想起来啊 都怪我 我就不应该要再跟我来关注 要这次出来什么事怎么办呢 不行 不能这样 我要帮你找回记忆 走 先往左边还是右边 哦 不不太好吧 这种也好 试试用电 哦 啊 再试一次 啊 嗯 陈先生 你怎么 我是特意来找你们的 啊 切一步说话 好 你再试一遍 哦 他到底想干嘛 你到底还有装到什么时候 陈氏集团 现任总裁陈子维 那天给你看的车祸视频 就是他跟你的弟弟 当时我们家都以为我哥出车祸了 直到那天 我看你那个朋友很眼熟 就拿了他的头发去做亲子鉴定 没想到 没想到 他就是我哥 那天出车祸的 所以 很可能是你的弟弟替我哥出事了 没想到 陈氏欠你一份大恩 我哥应该是怀疑我害他 所以才没有回家 你们帮我劝劝他 你明明什么都记得 说我好玩是 我真的没有想骗你啊 可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闻少爷 果然是抓事宜 既然你命这么大 那我就陪你好好玩玩 你这么珍惜这个女的 我就要把她从你身边抢走 所以 你也知道 我弟是替你出事了 我会补偿你的 怎么补偿 你把我弟还给我 姐 姐 弟 浩雪 我不要你的钱 以后不要再来烦我了 病人身体虚弱 需要住院治疗几天 没事的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你走开 我不想再看到你 对了你的医药费 我的医药费能不能再还几天 哦你男朋友已经忙你交了 他不是我男朋友 这个钱我会还给他的 害他受伤 我有责任的 他的医药费我负责就行了 我才不要骗子的钱 你不要再来烦我做生意了 小王现在给我交情人过来买花 鲜花九块九亿朵 谁让你在这卖花的 你们干嘛 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底 交情了吗就在这卖花 我凭什么给你们钱 我 小妞长得挺雕致 给哥几个娃娃 啊通通不想死的话赶紧滚 没事吧 幸好有你猜 今天多亏了你啊 等过段时间我有权了请你吃饭 好啊 哎都这么晚了还不回家吃饭 走回家吃饭了 还要玩快 不回呀 我弟以前总是爱玩秋千 也总是玩得忘了吃饭 我也会像个老妈子一样 你对你弟弟真好 不像我 从小所有人都只围着我哥转 小薇小鹿 妈 我 又一百分 我儿子就是厉害 我就像个透明人一样可有可无 谁说你透明的 你明明那么优秀啊 就像星星一样闪闪发光嘛 哎呀你看 不快把我晾线了 走啦吃完吧 这周末城市集团十周年庆典 我可以邀请你做我的舞伴吗 好啊 所以不是紫薇和你受伤的 当然不是啦 当时是我跟紫薇哥接了车 才发生了后面的事 幸好当时我被我老大截住了 不然我就没了 原来是我误会他 尤其是你做错什么 要不我跟他道个歉 麦子 你愿意做我毒吧吗 你自为哥哥 不好意思 这是我的舞伴 你愿意做我的舞伴吗 你自为哥哥 不好意思 这是我的舞伴 你自为哥哥 你是在这地等我的吗 既然大哥的未婚妻回来了 那舞伴肯定是他吧 未婚妻 对呀 我们可是青梅竹马啊 那我们先走了 林薇 你回国的正好 这双魂痴到此为止吧 伯父那边我给他交代的 真的是因为那个女人 小王给我订最快的回国机票 哼跟我抢男人 你好有人在外面吗 你好有人吗 有人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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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还想变凤凰 走 喝酒 哟这谁呀 不知道啊 这舞会怎么连乞丐都放进来呀 丢死人 拉低我们档次啊 马上看什么去的 她是我的舞伴你们有一件 紫维哥 我们走 没事吧 没 你的未婚妻 我已经跟她说过我不喜欢她 婚约也只是长辈的决定 我会解决的 我爹的事情我也了解了 是我误会你的 那你可以原谅我吗 那你以后不能再骗我 好 琢磨我带你去见奶奶好不好 紫维哥哥不会真的看上他了吧 要不要合作 门没关 紫维 不是说了去见奶奶 紫维哥哥 你们 干什么 你不会以为 紫维哥哥对你是认真的吧 我们可是有婚约的 就你 还想飞上枝头边疯狂 别做白色 我们只是在演技 你为什么要说那句话 干嘛 我是在帮你 孩子 你为什么要做什么 你在做什么 急什么 你就拍了点照片而已 三年 我早就被愤 你到底想做什么 你想 要你离开他 让他对你死心 否则这些照片 不会让所有人看到 紫维哥哥 我帮你让他死心 我帮你让他死心吧 不然的话 承诺不会放过他的 那也不需要你来说 别胡了 别胡了 你到底想做什么 我想让他对你死心 我们可是有婚约的 别做白志梦了 别胡了 你又想到哪 哥 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我 你给我离他远一点 你有什么资格教训他 那子 你听我说他承诺我妹子 紫维哥哥 我就不懂了 那个三八老 那没有什么 这个你柔练的鬼菜 敢跟我抢紫维哥哥等着 这报道写得不错 我打算 最终不准发 为什么 你不是想整他们吗 正好这个机会 可以让那个女生败名列啊 你说的不准发就是不准 是听不懂人话吗 你拍这些照片不就是为了发吗 还是说 你也喜欢上这个相伴老了 哼 你们一个个眼睛都被屎堵住了吧 你也喜欢上这个相伴老了 干啃面包不喝水可不行啊 谢谢你啊 你真是个好人 可行我不是那个好人 承诺你给我等着 大方爷你就当然不许想要不放回吧 大方爷逼我了 哦是吗 现在就找麦子说清楚 服务员 你好要点什么 呦是你啊 给我来碗牛肉面 好 你的面 我不是说我不要冲吗 尿的龙啊 麦子你怎么回事 不好意思啊 我给您再做一碗吧 不用 我要他一个一个给我挑出来 赶紧挑赶紧挑啊 看好了 这什么 你故意报复我 让无功进去想害死我是不是 小心我投诉你们 你不要投诉我们 他是新来的不懂事 再小心给您做一碗吧 他把这无功给我吃了 我就不投诉 还不赶紧快要吃啊 吃啊吃啊 要是你自己吃去 凌薇 我劝你比亲人太甚 我们走 紫薇哥哥 紫薇 嗯 你不是跟他在一起了吗 干嘛帮我 不是呢麦子 其实这一切都是陈诺赛高会 我是 我们不是约好今晚去音乐会的吗 啊我 走吧 等等 哎快快 啊大姓王 你说的什么姓王 陈诺你 我没想要把他发出 我没想要把他发出 我 我没想要把他发出 麦子凌薇 你们俩穿的也太像了吧 天 还不是因为他学我 干嘛 别以为承诺紫薇都帮着你 你就了不起 陈诺这个帐篇怎么回事 不是我沒想要把他發出來 但你也拍了不是嗎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麥子 當時也是因為他跟林薇拿照片威脅我 我才會跟林薇演那出戲的 其實我們什麼都沒發生 子維哥哥你什麼 報道是你發的 我 喂老闆你搞什麼東西啊那個新聞 店裡都被進的堵了對不起啊 不要來大班了 這件事我來處理 對不起我沒想到傷害你 當你為了報復我而做這種事 就沒資格怎麼說 我們走 承諾怎麼辦啊 我不是說了不准發嗎 對不起都是因為我還沒工作沒了 要不你來我公司上班吧啊 他們呀只跟你玩玩而已 跟我習這麼大理干嘛 你不是子維的人呢 我可受不及你說什麼呢 你不就是靠子維的關係進來的嗎 我說錯了嗎 真的啊 他不就是那個陳副總傳給你照片的 那裡的嗎 說不定是真的 對啊 麥子 子維哥哥 麥子 起來吧 再在背後攪舌根 明天不用來上班了 走吧 我們以後在公司還是保持距離吧 我從基層做起 還有很多事情要學 好 他又想幹嘛 麥子你去相過整理一下這份清單 下班前給我反饋 好 我 這麼大 維錢 鑰匙 你在裡面好好待著吧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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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人 麥子麥子 這裡有人救命 麥子呢 你們看到到了嗎 他他這裡面 還在裡面 哎能被反鎖啊 麥子 你感覺怎麼樣 偷偷 嚇死我了 剛剛幸好你來了 我們的愛 過了就不再回了 等我這時候出差回來 就帶你見我奶奶吧 等你到了好久了 這老奶奶也太可憐了吧 這麼大年紀還在住宝洁 麥子 給我點名 好 你出去 一個保鞋做什麼電梯啊 髒死 該出去的是你吧 自以為是你的髒東西 嗯 聽到沒 還不快滾出去 來進來 哎 公司創辦十年的檔案 不整理完不許走 你 還有你 既然整個我廁所都給我洗乾淨 我 好 小王給我派十個保鞋 給我過來 奶奶 我來幫你了 好 奶奶你換件衣服吧 我送你回家 不用了 奶奶也太可憐了吧 連衣服都沒有 奶奶我們去逛街吧 我順便給你買點衣服 啊 哎呀走了走了 放心吧 薇薇姐 我會幫你把這個貨壞鏟除的 哎 小妹 隨便挑一件 很便宜的 這個也好 那我把這兩個包起來吧 五十塊 這麼貴 便宜點啊 四十就可以了 四十 那我走了 哎 算了算了算了 拿去嘛 說黑卡行 一分錢都沒有 奶奶我來吧 奶奶你等我一下我買點東西 紫薇少爺 你管管賣小姐吧 她帶著老夫人買了一件 四十塊錢的破衣服 什麼 奶奶你怎麼回事啊 你去找麥子幹嘛 奶奶 嗯 這是我從小吃到大的燒餅 可好吃了 你試一下 試一下嘛 試一下嘛 好吃吧 走 我們去上一家 公司的重大機密 你都敢洩漏 你這樣可是會搞快 整個城市集團的 不是我 我沒有 昨天我明明看到 你在整理資料 不是你是誰 別以為你男朋友是董事長 就可以肆意妄為 城市集團可還是在 老董事長手上了 他要只知道你洩漏機密 一定不會放過 真的不是我 你又說了 別開除了 誰敢開除我的人 你一個保障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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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個家 你看我兒子 真的 九一九千九百九十 算了 不然 你不能離開 要從今天起 就得追手加規 加規 真沒想到我奶奶這麼喜歡你 要是一回見我媽也這麼順利就好 你在外面等著 你給我進來 還不快過來 哦 我媽這種人該不會對麥子做什麼吧 你到底會不會做飯 嗯 不安了 做菜放這點年怎麼行 我兒子我最了解比較重口味 怎麼辦呢 不要跟來在家拜託哦 這裡的野菜都給我挖了今晚的晚餐 哦好 怎麼沒有工具啊 哪裡沒有這個不就是嗎 哎呀 不要用這個直接用這個來裝 進來吃飯吧 你別動男人先吃 媽 我的專屬金叉呢 我的包 怎麼全是野菜啊 我看你這包不背 就拿給麥子裝野菜去 這可是拍賣會限定 我的大金叉 麥子沒有穿手的挖菜工具 我給他拿的 這可是我找德國 這可是我找德國設計師專門手工撒造的18K純金茶 以後你別挖野 我來 聽到沒 聽到沒 別學王寶川挖野菜 要挖也得攤來 還不壞吃 還是第一次吃麥子做了飯 好吃嗎 以後做飯幹活都我來吧 媽 你就別為那麥子了 這可是你說的哦 晚記得洗乾淨 我們走吧 我的阿姨 還叫阿姨叫媽 媽 你媽 我們在這享受他們去幹活真的好嗎 記住 心疼男人打了一輩子 知道我今天為什麼要你挖野菜嗎 嗯 別學王寶川戀愛腦 要學也要讓他們學 吃到要吃到 哎 誰啊媽媽 誰是你媽啊 我 oh my god 上班遲到還帶個children 扣半個月工資 半個月 實際上就扣我半個月工資 他就是故意的 悠悠是我從國外高興進行的人士進 你再稍微忍忍吧 一有事就搞壯 看來得好好考驗一下小姐姐是你朋友啊 嘿嘿 對了我小舅舅今天來公司 記得幫我多管照 媽媽教學的喵 你是說了別亂叫嗎 我教學不會寫作業嘛 啊你別哭啊 我叫你歷史了 我跟你說這是李白 堂考有名的詩仙 他的一技能是為一配配配刷 再來個大招分成刷刷刷 喂喂喂 工作時間play game罰款兩百 大姐現在是午休時間你管不著 你想公司風氣罰一千 小姐最難搞的客戶來了 呦跟我去見客戶 呃 果汁來了 讓你買果汁你拿兩個椰子要王總怎麼喝啊 好了別以為你關兩個孔王總就 好甜啊 啊 突然想吃漢堡 筷子王總想吃漢堡 你拿兩個饅頭吃 嗯 真是啊 這是中式漢堡 你怎麼聽啊 叔叔你要加料嗎 我就好這口 這個小妹懂我啊 天了 明天陳總回來看我怎麼整理 錢都整理了 提案tomorrow給我 這麼多 進 derry 這是公司實習生做的提案 林氏集團 把公司凝改了 讓你犯個低級的錯 what 公司那米都打錯 天怎麼可以犯這麼低來我的錯誤 你就不怕陳總生氣嗎 第一級的錯誤 yes 這種 mistake 都能犯 恐怕你做提案的時候腦子是江湖做的吧 我 夠了 你被開除了 聽到了沒 你被開除了 我說的是你 嗯 我 為什麼 因為這個提案 是我熬夜做的 什麼 喂大爵子 提案做的怎麼樣嗎 快了快了 待會 他不會滾 公司呢 注意醒一下 陳思思 你怎麼做似的 讓你整理被文件都不會 思思 麥子 你也在這家公司嗎 我 我 王經理 要不我替他整理吧 行吧 思思 這是我男朋友陳子維 這是我的好閨蜜 以前我們可窮了 思思對我可好了 你好 你好 走吧 我有禮物要給你 嗯 明明起點一樣 憑什麼他能做回姑娘 我不行 麥子我上周 思思 你怎麼穿著麥子的衣服啊 啊 這是我以前就買了的 可能是麥子覺得我穿得好看 所以就買了桶桿 他從小到大就這樣 你的習慣了 原來他是全金啊 你別這麼說 怎麼過來也不跟我說啊 子維 麥子 你聽我解釋 沒事 思思今天的衣服 確實跟我的比較上 嗯 好了我們去吃飯吧 嗯 學 你口紅都開始學濕濕的了 又是真噁心 今天你這口紅真好看 那是 好啦你先上去吧 那咋 你今天塗的什麼口紅啊 哦 這個 好像是真噁心 暗默的 是真噁心 我先上去 你的穿上去 那我先上去 你自己自己穿上去 你自己穿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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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抱抱 这不是挺好的吗 还有麦子是我女朋友 请你注意点分寸 他又穷酸又土 无论是学历还是长相都没有我优秀 他什么都学我的 你怎么看得到他就看不到我呢 谁谁谁你心里最清楚吧 少往自己脸上贴金 这回相信我说的话了吧 我觉得你那个鬼秘啊不太贵心 他刚刚跟我握手的时候 我擦我的手上哎呀 他很单纯的你别乱想 反正你留个心眼 嗯 陈思思 你跟别人说我处处学你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是好朋友 所以就算被误解我也没说什么 但是我没有想到你这么把眼狼 我把你当成最好的朋友 你呢 现在想勾引我男朋友 这几年算我看走眼了 麦子 你不想过来 你不想让你遇见啊 我再听到我的手上 你不想到你了吗 那我又想到你了 你不想到你了 你不想到你了